时序日务三 网络关键设备的选行 第一个 它的基本原则 我们要考虑相应的产品系列 与厂商的选择 那么网络设备特别是核心路由器 我们应该 特别是核心路由器和汇聚路由器 这些关键的设备 一定要选择成熟的主流的产品 成熟的主流的产品 最好是一个厂家的 最好是一个厂家的 那这样的话便于安装维护培训 都有一定的优势 网络的可困扰性考虑 那么在选取网络设备的时候 主盖设备一定要留有一定的余量 考虑到这个系统的可扩展性 因为这个高端的这个核心设备 一旦购买的话 那么一般就不会轻易的更换 一般就不会轻易的更换 那么它对整个网络的这个性能 有很大的影响 低端的网络设备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我们这个更新速度快 那么端口不够用 我们马上就可以换一个 甚至可以采用一些简单的叠加的方式来实现 所以说对于高端的设备来说 我们主要就是要考虑到这个设备的可扩展性 对于低端设备来说 我们就够用就可以 够用就可以 因为它可以换吧 或者说采用一些其他的方法进行堆叠 网络技术的先进行考虑 我们组建一个网络一定要考虑 这个一定要在总体这个规划上 选择新技术 新标准与新产品 避免选择一些价格可能低 但是技术过时 技术过时的这些产品 从这个长远的发展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是在已有的 网络技术先进行考虑 那么对于新组建的网络 我们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 选择新技术 新标准 新产品 避免选择一些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 但是技术呢 可能处于过渡阶段 或者说处于淘汰阶段的这些产品 避免一小失大 出现这种被淘汰的这种局面 那么如果是已有的 在已有的网络上来进行扩展 扩展 那么一定要注意保护已有的这种投资 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些产品用上 尽量用上 路由器的选行的依据 路由器的分类 一般来说我们对路由器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来进行分类 目前来说比较通用通行的方法 就是按照路由器的性能来分 那么从路由器的性能上来分 一般厂家将路由器划分成高端的路由器 就是高端核心路由器 中端路由器 就是企业级路由器 以及低端路由器 路由器的关键技术指标 我们主要考虑到路由器的吞吐量 就指的路由器的包转发能力 背板能力 就是路由器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这个物理通道 包的丢率 丢包率 在稳定持续的负载的情况下 那么包转发能力有限 而造成了这个包丢失的这种概率 就是我们的丢包率 我们应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 还有延时以及抖动 延时指的是一个数据包 从进入到这个路由器开始 到最后一个帧 到这个帧的最后一个比特转发出去 所经过的时间 就是这个延时 突发处理能力 以最小针尖格发送数据包 而不引起丢失的最大发送速率来衡量 还有路由表的容量 路由表的容量 那么通过路由表来决定 包的抓发路径 那么它的存储 它能够存多少条路由 路由 也是我们在购买路由器的时候 的一个参考 再一个就是服务质量 主要体现在对列管理的机制 端口硬件的对列管理 和支持QoS这个协议上 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 路由器的网管能力 表现在网络管理员可以通过 网络管理程序和通用的网络管理软件 网络管理协议 SNMP V2 等对这个网络资源进行集中管理与操作 包括配置管理 记账 性能管理 故障管理 安全管理等等 可靠性与可用性 设备的荣誉 热插拔 无故障工作时间 内部的时钟的精度 等等 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交换机的分类 从实际应用的角度 交换机可以按照所支持的技术类型 内部结构和应用规模 来进行分类 从所支持的技术类型来分 可以分为 10兆BPS的一态网交换机 快速一态网交换机 当然它的就是100兆BPS 以及J比特的交换机 1JBPS的J比特的交换机 一态网交换机 从内部结构来分 可以分为 固定端口的交换机 和模式 模块化的交换机 按照应用规模来分 可以分为 企业级交换机 部门级交换机 和工作组级交换机 这样几种类型 交换机的主要性能指标包括 背板带宽 背板带宽指的是交换机的输入 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物理通道 它的交换能力 全双公端口带宽 它的计算方法是端口数量乘以端口的速度乘以2 因为它是一个全双公的工作模式 收发可以同时进行 帧转发速率 帧转发速率是指 交换机每秒能够转发的帧的最大数量是多少 那么对于机箱式交换机的来说 它的扩展能力 是 主要特点是可扩展的 再一个就是支持微烂的能力 支持微烂的能力 因为我们知道 对于交换机来说 那么它可以支持 在交换机上进行微烂的划分 那么它是否可以划分微烂 支持多少个微烂 那么交换机是否支持微烂的能力 是我们在考虑 这个交换机性能的时候 主要考虑的一个性能指标 交换机的配置选择 交换机的配置可以包括 就是机架插槽数是多少 那么当然这个插槽数 应该指的是模块化的 模块化的这种交换机 我们可以插入一些模块 插入一些端口模块 来扩展它的这个接口数量 那么这个机架插槽数是多少 扩展的槽数是多少 最大的可堆叠数 可堆叠数 那么一个堆叠单元 最大可以堆叠多少个交换机 还有端口密度和端口的类型 它是指一台交换机所能够支持的最小的最大的端口数量 和端口类型 还有这一笔策的那个端口是多少 这一笔策的那个端口是多少 端口数 最小有多少 最大可以达到多少 这一笔策的端口数量 交换机支持的网络协议的类型 以及这个交换机的缓冲区的大小 那么我们交换机里边 在交换机里边是用缓冲区 来协调端口之间的这个速度的不匹配问题 还有交换机在转发这个针的时候 是根据Mac地质表来转发的 那么这个地质表容量的大小 Mac地质表的大小是多少 再一个就是交换机的可管理性 我们可以使用网络管理协议和相应的软件 对这个交换机来进行管理 常见的管理软件 有IBM的这个Netwheel 惠普的Openwheel SAMP协议等等 还有设备的榮余 设备的榮余